HELLO 大家好 我是虹悅悅 那最近呢我不是玩玩的這個 Isle of Craft 嗎 總之最後的內容就是我們打贏了三個恐怖世界的BOSS嘛 對不對 但是好像有蠻多觀眾就是不樂意的你知道嗎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來一一解析一下 首先大家說最多的點就是 覺得我沒有堂堂正正的挑戰BOSS 然後就說他們很弱 然後就覺得堂堂正正至少要用一個近戰攻擊嘛 對不對 OK 我在這邊先坦白一下 其實因為我真的很怕我死掉了嘛 你自己想我在這個地方 假設我死掉了 我裝備還剪得不掉嗎 基本上很難 除非我農第二套一模一樣的裝備 但是我要額外再農一套新的就是十個小時 我不想做這種事情 再來 因為我其實都有事前看過就是 三隻BOSS的應對方式以及他的招式 所以說我是大概知道是怎麼打的 就避免我死亡嘛 然後最終BOSS我一定要講 他很垃圾 我們召喚一下你就知道了 這隻沒辦法用近戰打 我直接講 總之我們來看看 對這隻BOSS用近戰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們正大光明好不好 等他出招 解析一下頭上會有東西掉下來 這次我挖洞第一個名 不然你要一直移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啊 射他偷射他 然後重點是會有恐慌裝的弓箭又不好死 這是我躲起來的原因 然後這我也有很多怪 然後再來這個他的殺招 看好囉 有看嗎 有看嗎 我怎麼死沒有看嗎 然後就算我轉身成龍啊 就假設我現在有防裝好了 我東西也撿不回來啊 因為他就在他的腳下啊 你懂啊 我裝不掉他腳下 他貼著就死啊 我要在什麼情況下 才能把東西撿回來 你們告訴我 啊 不過觀眾朋友 你知道我有備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隻BOSS的 大家想的是什麼 第二隻BOSS呢 我就是站在牆後卡死他嘛 我一定要說啊 那個我其實已經很給他面子 你知道我用近戰打他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太好了 我就等他出現 好啊 不要太急 不要太急 會被賞我 好 蹲著 呃 你們覺得這個視角會比較好嗎 因為我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輸耶 啊哈 這下我可以說這段真的很暗 雖然我不知道難度我沒有差 但我其實一直都是困難模式 OK 再來呢 就是我最不理解的這個第二隻 終界的BOSS 我覺得我打得很正常啊 他一直噴有沒有 然後我躲在柱子後 他的正規打法不就這樣子嗎 我也沒有挖牆 但還是會有觀眾說 啊我怎麼不堂堂正正去給他打那個 我覺得在minecraft裡面 要求我被 要求我脫離安全處給BOSS打 根本就本末倒置嘛 而且我在這種地方還不能撞到傷害 要在這種地方 然後 呃好吧 那 基本上 我們也站著打給打看看好不好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呃 那你們真的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看嗎 就是我 我就用素質捏一下他會比較好看 然後他會無敵啦 然後他會無敵啦 我記得他會無敵的話 就是要把小怪打掉吧 我們就啊 悠閒 就先打 打掉之後啊我們 喔他又飛走了 然後我們再打 OK結束了 這樣真的會比較好嗎 差不多概念吧 總之 讀你們所見 一二隻BOSS真的很爛啦 好不好 這下我真的可以說他會很爛了吧 我躲起來打是給他們面子啊 畢竟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戰鬥絕對比 呃龜起來打 更無聊 然後最後一隻BOSS是垃圾啦 你們能想像我初見進去 不知道拿著雙劍過去甩他 然後直接噴光的畫面嗎 我自己想想都怕 然後我再退一萬步甲好不好 就算我真的很爛 爛到要卡玩對不對 那既然這隻BOSS能夠被我卡死 那不就真的代表他很爛嗎 如果他不服 他可以像冰火穿梭火龍一樣 他的土器可以穿透地形啊 但現實就是恐怖聲音的三隻BOSS 招式都無法穿透地形 那就是爛的證明啊 連終界龍都不如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還是老話一句啊 這是Minecraft一個自由的遊戲 要怎麼卡死亡 他能夠被我用奇怪的方法打死 那就代表他設計得不好啊 他直接把這個場景的範圍 設置成無法破壞不就行了嗎 對不對 他沒這麼做代表 作者就是要讓你這樣打啊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原因啊 基本上就是 我真的不想死啊 你懂嗎 畢竟在RLcraft裡面 死亡的代價真的太高了 他每一套走到農太久 而且噴掉的機率太大了 你們自己想啊 我假設啦 今天我沒有農這麼多好的裝 然後打可能下面來這BOSS死了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拍下一集 就必須 再重新農一套 那重新農一套我又要花很久 然後各位觀眾 就要再等很久 可能又多等幾天的時間 我才能再出一集 然後又會有觀眾說 你怎麼 你可不可以出快一點 你們知道我很難做人啊 希望各位觀眾可以體諒一下啊 如果你們真的啊 真的很想看我挑戰BOSS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我玩艾爾登法環啊 我每一隻都是正大光明 純淨戰打的好不好 也不敢說每一隻啊 大部分吧 絕對包你滿意啊 然後最後我們來試一個東西啊 我不想指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武器有沒有 我之前有講過啊 就我們指掉之後 戰具詛咒的東西其實會噴掉喔 之前還有觀眾跟我說不會 我們來測試給觀眾看 我們拿著喔 然後我們直接斜線Kill 如何你們看到嗎 我的武器 真的不見了好不好 真的不見了 我不知道那些說戰具詛咒 不會讓你東西不見得 是不是開了防噴火幹嘛的啊 反正我的東西是不見的 啊我的武器不見 你知道那一把我就農了幾個小時嗎 這個跟有沒有撿回來已經沒關係 是我一死他就不見了 我會心痛啊 你懂嗎 那總之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了 希望以上的回覆有解答到觀眾 讓你們稍微知道為什麼我卡王的原因啊 當然你們要不要認同是你們的事情 我只是敘述我的想法 那最後呢就還是一樣啊 各位觀眾對Idlecraft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 再來玩啊 你們就能體會到我的感受好不好 啊對然後最後啦最後 其實真的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觀眾問我說 我到底是怎麼把我們的Idlecraft有沒有 變成就是有中文的連任務書都有啊 我只能說其實還蠻好找的啦 我是從B站的一個帖子上面找到的 應該就是這一個吧 從這邊找的 那為什麼說很好找呢 因為你直接打 RLcraft漢化 第一個就是啊 我實在不理解為什麼很難找 各位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那最後呢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我的任務啊成就什麼的 其實很多都沒有解完啦 但這些其實還好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在Minecraft裡面找東西 真的太久了 這時候我覺得Minecraft 我玩模組一直以來 也不要說模組 生存也是 一直以來我都很討厭這事情 就是他找東西就看運氣 我很討厭看運氣遊戲 光是要我把這個區域解完有沒有 我就不知道要找多久 而且還要在失落世界找 我實在不想找 各位真的有興趣的 你們想自己解的 就歡迎你們自己去解啦 我自己是還好 那總之呢 很感謝觀眾長久以來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